大家好,那我要介紹一下iPhone、iPad其實一樣喔,操作方式 那現在如果你的iPad,正常的iPad都沒有裝Google雲端音碟 那掃這個QR Code下載翻譯會怎樣呢?來開始囉 這時候我在我的iPad裡面當然點選相機,對不對 1點相機,2去掃這個QR Code 來點這裡喔 它告訴你的雲端音碟別擔心 它是告訴你這是雲端音碟的檔案,不是雲端音碟 我這台iPhone雲端音碟已經刪掉了 來,老師你就看到這個了,什麼意思? 不支援的檔案 你看見嗎? 因為我這台iPhone或是你的iPad沒有裝雲端音碟的程式 就會出現什麼? 不支援 所以連下台都沒有 那接下來怎麼辦呢? 好,在這個畫面上呢 請老師點這裡 三個點點 那我要點囉 點三個點點,這時候要去點哪一個? 注意喔,注意喔 點開啟方式 待會點開啟方式的時候 請它儲存到檔案去 就是iPad iPhone檔案 來喔,我點囉 當我點開啟方式的時候 它就準備匯出了 你看見嗎? 其實匯出就是要下載的 它會問你說 欸,要去哪裡咧? 請你把它點選 儲存到檔案 OK嗎? 來,我現在再點一下喔 點一下以後呢 我跟你報告一下 就下載下來了 點完以後呢 這個就下載下來了 這個 就點選這個 這個就下載下來了 這個,檔案就這個囉 就點,再點 再點右上角儲存 待會名稱就到Pages 再點選儲存 那點選儲存 你不要停在這個畫面喔 這個畫面 這是相機的畫面喔 你看見嗎? 所以呢,你要回首頁 欸,一樣在我們的iPad 或是 這是我的iPhone 去找檔案 老師,我怎麼沒有看到檔案 我告訴你,一定都有 那如果你找不到的話 怎麼辦呢? 好,我順便提一下 在這裡 然後點開來 點開來的哪裡 下載項目 完成一下下 最近搜尋,不用看 來 來 這個 就會在這裡,我找一下哈 Pages就在這裡了 你看見嗎? 一樣喔 再點下去,只要是壓縮檔 點下去 它馬上就會把它解壓縮 這裡 有看到這個嗎? 喔,再展開來 就看到這個囉 有看到四個項目底下 再點一下 所有的範例 都會在這裡的 不是這個檔案,不好意思 點錯了 剛看錯了 Pages 我剛好有兩個一樣的啦 資料夾 富士山啊 有看到嗎? 喔,在這裡 這是上個禮拜教的 這個過程是像這樣